亚死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汪卓成 现在疫情期间嘛,然后可能最近也疫情好一些 但我还是,就最近还是在家里 对,就待在家里,可能 在家的时候呢,就追追剧 然后每天睡到自然醒 可能在家撸撸猫啊,然后 做个什么菜什么的,就这样 有啊,我昨天才发了一个微博 就刚拼了一个特别大的乐高 因为大家实在是没事,然后我就吞了挺多乐高 就每天拼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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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首单曲呢,是一首抒情歌 然后我觉得,它旋律特别优美 就反正是一首特别抒情的一首情歌吧 然后讲的大概是和遗憾有关 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 其实这类型的歌曲我还挺喜欢 因为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我的深陷 然后我可以更好去展示它 像我平时喜欢的音乐类型也挺多的 可能因为我听歌的范围量特别大 所以喜欢听的音乐特别多 嗯 会 因为音乐剧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初心吧 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还是会去尝试 嗯 说实话我就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什么样的角色都还挺有去尝试 因为还是新人阶段嘛 我觉得就需要不停地去尝试不一样的角色 好好磨练自己的演技这种 目前最满意吗 我说实话 目前 我觉得我演的这些角色都很好 但我没有 就是对我自己表现特别满意的 就觉得还是能更好 还是能有很多加强的地方 像可能游了西波了之后我也会看 每次看的时候总会觉得 哎呀这个地方如果当时演得更好一点就好了 就是会这样想 哇 更像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嗯 你让我想想 什么想想我觉得每一个角色 就是你要 第一眼看过去我觉得 就跟我平时生活中都不是特别像 但是我觉得 每一个角色的性格都跟我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可以呀可以呀 但汤唯我特别特别喜欢汤唯 汤唯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一个女演员之一 今年啊还是想 就多拍戏吧 然后也希望能再多出几首单曲给大家听 可能 呃我觉得可能 过一段时间还是会进组拍戏 可能就会立马进组 然后 我觉得 很快应该也会有新的单曲给大家 嗯 大学时期最爱做的事情 大学时期最爱做的事情 我想想 最爱做 嗯 你看我现在想还有大学时期每天想就是 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或者就今天晚上吃什么 或者第二天应该吃什么 就就就 不知道为什么读大学的时候总是特别饿 就每次就啊 说老师好饿 可能因为平时跟我们上传 上的专业课有关嘛 就老师跑来跑去然后表演嘛 要跳来跳去还有舞蹈课 反正每次一上完课就特别饿 就这样要赶紧去吃饭 我希望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 嗯 不要紧张 然后 我觉得趁这一段时间 好好复习 好好就是 就是多去 看一下自己的功课 然后希望大家都都 希望大家都能考出自己 理想的成绩 首先我真的特别感谢 就是这么久以来一直支持我 陪伴我的粉丝们 我觉得你们就是在我 失落或者不开心的时候 总是能给我动力 或者在我工作特别劳累 就是特别累的时候 有的时候看到了你们的一些话 都会给我很大的鼓励 所以谢谢你们一直这样陪着我 未来呢我也会一直加油 继续走下去 是 就是我可爱跳舞了 就是跳的不好 很快 其实我特别想要一只狗狗 我特别想要一只小拆拳 珠海 厦门 青岛 大连 群演叉 我会逛自己的超话 然后粉丝群的话可能 有的时候 过年过节 或者是我的生日的时候 会有空降 加什么菜 手撕包菜 我会 使得点开看一下 但有的时候 我用那个大幕太多 我都看不到 看不到那个 看不到人脸的时候 就把它关掉 会 我会逛 我会逛 Time I look at you now You're so cute